嗨好朋友,我是德鼠,大家好 我是因為很討厭就是那些外國的youtuber 他們在講台灣的時候會有什麼論調 他們非常喜歡一直稱讚台灣對不對 有人會說什麼 啊台灣那個治安好好,哇 我的錢包忘在麥當勞三十分鐘了 回去看竟然還在 我每次看到都想說 拜託,那是由你忘記的不是雨傘 有發現嗎?台灣人只會偷三樣東西 雨傘、衛生紙、安全帽 被抓到還有各種藉口對不對 喔,這是借用 我是看錯 看錯你們有遇過嗎? 我這個小白傘被一個人偷走 然後我直接抓到他現行犯 我說先生,這是我的傘 喔,不好意思啊 我看錯了,對啦,這是你的 我的是藍色這一把 怎麼可能 你不覺得嗎? 白色跟藍色看起來真的是一模一樣 我說,請不要偷渡你的政治立場 不能接受啊,我跟你講 剛剛那三個裡面 偷紙巾的也是最可愛的 因為至少那是商家免費提供的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發現喔 台灣的長輩 對紙巾的那個狂熱程度 不可思議啊 就他吃完那頓飯 剩菜留的時候不好吃 不一定要打包 紙巾不行,不能剩 一定要帶回家 對不對,我都覺得 我們不應該收服務費 我們應該收衛生紙費 然後每次都服務成問我媽 小姐,請問您今天這個用餐還反應嗎? 哼,什麼反應? 他滿在人歸好不好 年輕的女生也是 你們有沒有那種一群朋友出去玩 然後通常就是會有人打翻飲料或什麼的啊 然後就說,我要查,我要查一下 誒,怎麼都沒有衛生紙啊 然後就會有一個妙齡女子 從她那個不知道哪來的錢 然後很貴的精品包包裡面 拿出她可能前幾天去星巴克的紙巾這樣 我每次看到她想說 拜託,男生 以後情人節,你不要送她玫瑰花了 誒,這什麼五月花? 她會更開心好了 聽我解釋 我並不是再強辯說 我們年輕男性就不會去幹這個餐廳紙巾 我們也會吧 只是我們會整疊 放在褲子口袋 然後一起進洗衣機 直到媽媽入口說 誰有沒有剪插口袋 我我我對不起,我的我的 請煌火,謝謝謝謝 雨傘也是啊,雨傘也是啊 你有沒有發現 雨傘好像只要插在傘桶 就是你想要跟她說掰掰了 我通常是不插在那邊的 但有一次真的是我吃飯了 我跟一個女人約會 然後那邊沒地方放 我就說好吧,我就放在傘桶裡面 然後出來 我就看到那個傘桶裡面 我的傘已經不見了 我真的是氣到我直接大喊 我對著那個傘桶說 沒了 後來 沒了的 不只是那隻雨傘 我的感情也沒了 因為她不能接受 我怒吼的時候 看起來很像沈玉琳 很像嗎 啊 超生氣的 而且你知道就是 台灣人用傘的這種習慣 讓我已經沒有辦法去正視一些文學作品 你知道 1944年的時候 張愛玲寫過一句話 他說 感情像雨傘 為你遮風打雨 我說抱歉 這個已經完全過世了 好不好 2023年 速食愛情的版本會是 感情像是一隻傘 我吃一頓飯 不見了 感情像是一隻傘 先生你急需的話 去樓上買 真的我現在已經沒辦法去看那些 關於雨傘的屁率了 好不好 安全帽也是啊 台灣人偷安全帽真的是 我坦白講好不好 我給我最大的寬容 我可以接受你去偷 例如說小姐 你可以偷這位小姐的安全帽 沒有關係 你可以偷你後面先生的安全帽 沒有關係 這都是你在座各位 要偷誰的安全帽 我勉強接受 為什麼有人要偷 共享機車的安全帽 那個超臭 而且他們偷了都 就是甜不知恥 他會帶著他 然後在大馬路上 大搖大板的騎過去 要來這邊你會經過中山北路 我每次從中山北路騎過來 想說為什麼前面那個人 腳跨SYM頭頂 吳云峰過去很愛 有沒有 我突然理解 那個臭到他 到底怎麼 甘之如意啊 我不懂 那我 一開始還沒有摩托車的時候 我也是騎著共享機車的 然後 後來我不騎之後 因為我是WIMO的總使用戶 他就會打電話來做私調 他說 這個劉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之前 你非常喜歡使用我們的服務 所以我們想了解一下 你為什麼現在不用了呢 我都非常果斷 直接跟他說 因為你們的帽子很臭 然後謝謝 他說謝謝劉先生我知道了謝謝 馬上掛掉 毫不狡辯你懂嗎 就是他完全知道這是事實 我非常欣賞他的這種做法 因為他身為一個行業的一哥 一個龍頭 當我說他噁心的時候 他知道是真的 他就承認 他不會跳出來開直播說 那黑人就不噁心嗎 那勾血兒怎麼說 這些都影響我很大 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你們想到誰 我什麼都沒說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啊 不是不能犯錯好不好 但是今天拜託 我不管你偷走的是雨傘 衛生紙 安全帽 還是別人的身體自主權 你已經偷了一個東西 拜託你不要再試圖去偷走這個事實 可以嗎 就對於那些很愛狡辯 不愛認錯的人 我能夠對他們說出最委婉的話就是 唉 您的個性真的像是 我昨天忘了在洗衣機的衛生局一樣 爛透了 對吧 那邊很多很多人了 所以農丟錢包很不明顯的 很難看得到 我在走路的時候 不小心農丟錢包 然後兩三步就有人說 哦 你的錢包在這邊啊 我小心小心啊 哇 我弄丟了錢包 然後第二個人說 你的錢包在這邊啊 換給我們 我說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覺得 哇 那台灣是不是真的很耳其 那很善良喔 嗨大家好 我是一個學的意思 又來了 外國人覺得台灣人很熱情的故事 所以希望台灣的大家 透過這部影片 可以感受到我們的感謝 那我們看看第一位吧 好 你是哪國人 我是俄羅斯人 你有聽過這個國家嗎 知道 那你來台灣多久 我已經來台灣八年了 那你覺得為什麼台灣人很熱情 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跟我的朋友拍第一個影片 有人不小心弄丟那個錢包 然後看看呢 旁邊的人會不會把這個錢包還給他 還是他們都會自己收起來 然後就是離開啊 因為我看過別人拍這些影片 很多人都會直接把那個錢包帶 然後直接回去了 所以我想說 好我們來拍看看在台灣 那台灣人會不會也是這樣呢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跑去一個公園 那邊很多很多人呢 所以弄丟錢包很不明顯的 很難看得到 我在走路的時候 不小心弄丟錢包 然後兩三步就有人會說 你的錢包在這邊啊 我小心小心啊 哇 第二個人也是這樣呢 就是我弄丟了錢包 然後第二個人說 你的錢包在這邊呢 換給我們 我說 然後我從那個時候開始覺得 哇呢 台灣人是不是真的很耳其 這樣很善良喔 對對對 其實因為我們在拍影片 所以我們要拍很多很多個人 然後再決定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又拍了十個人 十個人 對十個人一個都沒有人 真的假的 對啊 一個人都沒有把那個錢包帶走了 所以我們又放錢了 所以不是公共的錢包 是真的是有錢財力量的 然後我們就說哇天啊 那真的 台灣真的很耳親啊 好熱情啊 對 然後那個時候覺得真的很感謝 在這邊真的這麼安全啊 然後台灣人真的很禮貌 很友情啊 很厲害啊 對 而且在這邊的文化就是真的是 不會偷別人的東西啊 而且大家如果找到別人的東西 他們也會把那個東西 換去別人家 或是一些那個軍商的那個 管理醫院等等等等 所以很好的一個台灣人的店啊 我們發現那個影片的時候 是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所以我說那個時候 然後結果是還上台灣 我覺得哇台灣人也都很厲害啊 很厲害 因為我其實在台灣也有調過一次錢包 那個時候也錢包裡面的東西都回來 但是其實在日本的話很難回來很難找到 所以我覺得真的台灣很棒 那我們看看下一個人吧 嗨嗨 嗨 妳是哪個人 我是來自韓國的小溪 小溪 嗨 妳是來台灣多久了 一年五個月 好 那妳覺得為什麼台灣人很熱情 我有很多故事 但是選最近的故事的話 一個台灣人要進我他的家吃飯這樣 所以我跟一個韓國朋友想送給他一個禮物 然後我們去超市了 然後去超市的時候 因為在韓國的話 一般送衛生紙 所以我們也想買衛生紙 但是買衛生紙的時候 然後我們突然擔心 啊這個在台灣會不會奇怪 突然看到一個兩個情侶 然後我們問他們這個會不會奇怪 然後他們覺得好像奇怪 那好那我們換禮物 對啊 然後他們突然帶我們觀觀潮室 然後這個怎麼樣 這個怎麼樣 這個怎麼樣 很熱情耶 對不然他們突然幫我們帶 觀觀跟跟跟跟 帶妳去逛 然後幫妳選 搬送給 蛤 真的厲害 其實我也是去買東西的時候 都會問店員啊 或者是附近的客人 但是他們都很熱情的幫我帶妳 去那個東西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覺得台灣人還是很熱情 那我們看看下一位吧 欸 說得個妳好 你好 來台灣幾年了 六七年了 你是哪裡人 我是日本人 那你覺得為什麼台灣人很熱情 喔 我特別覺得我在唸台灣大學的時候 遇到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的中文並沒有這麼的好 然後上課都是用中文的 那時候學校的政策是 每個外國人會有一個台灣人 教我這樣 台灣人跟外國人 對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他們 雖然是那個學校的要求 但是他們很熱情的 一直跟我約職 然後就他們主動問我 什麼時候有空 對 然後甚至就是教的時候 下課再教完 然後都教到大概晚上8點9點 這麼久啊 每一次都是 很熱情是不是 好熱情喔 對 他們特地學了那個比較簡單的中文 叫我們 讓我們比較容易懂 因為課本都是英文 對日本人來說 對日本人來說 英文是比較難的 對 所以他們都好好的解釋 讓我們聽 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去念大學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這樣子的話 外國人也很放心的可以學 對 而且你也不需要很會說中文 因為他們有教我 就可以畢業了 因為我是之前 有念過日本的大學 然後也有台灣大學 所以我可以比較 因為真的日本的大學 是比較沒有那麼的親切 原來在台灣的大學生 已經這麼的熱情 應該跟日本的有一點不一樣 我覺得日本的大學生 也要學這一步 大家好 我是油門最美的油門 今天是 我不用手機去關島 與關島 展示發現 是 有聽我說的 超過要反觀 軟動電 成功功能 這場是非常有一定 為什麼 欸,那是哪裡? 你去哪裡? 台灣人很熱心 台灣人很熱心 我第一次一個人逛逛 所以我不知道台灣人怎麼人 但是... 我已經知道了 來了 一定很好吃 好吃 很好吃 這是我吃的沙巴蜜 我來吃 很好吃 超好吃 超級好 炒飯 沙巴蜜也吃 我來吃 很好吃 很好吃 こんな感じ 有了 有了 大家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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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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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熱 有了 很熱 很熱 對 在每天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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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醬 請問這個公車醬 可以去 漁官島嗎 OKOKOK 我到了 公車醬 喔! 凄いこれ バス鳴ってる 動くの? 凄い 面白いね えーっと 現在我四號的地方 但是我要去這個漁官島 所以怎麼去 行けんのかな 沒用來 我一個ね 寂しい 有の忘れてました 飲料店是我覺得 很快 很忙 很快 但是這家店遅いというか 店舖が好きで 我喜歡這個店 名字 ちゃんのまて の のがあるけど ちゃんのまて 所以 怎麼去 沒有公車 沒有人 我有 退 所以應該 走路吧 よし じゃあよ どうすんのここ どこよ みなさん 我在哪裡 影片是第一次的影片 真的かゆま でも本当に台湾人には助けられたから これ以上迷惑はかけたくないんです きたー はい 你好 要去漁官島 漁公島 漁公島 走很久了 走路走很久了 走路走很久了 對 我迷路了 都沒有車 都沒有車 對 沒有自転車 我的人大概10分钟 哈哈 漁官島 是優先嗎 大概是一個海灘 然後要賣東西的 哦 真的嗎 類似沙灘 海邊 海邊 類似這樣子 看海邊 對 看海的地方 謝謝 謝謝 バイバイ 哦 なんか 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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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這個計程車的運站說 可以去 はい ということで せっかくだったら この辺のなんか 屋台みたいな とかね 覗い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なんかすごいな こういう屋台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 ヨイチ イエシューマン バイクとクルマは行ったらあかんってこと これクルマ通られへんやの絶対 你好 對 我要飲料 要哪一個 私要紅茶 我自己煮的古早味 鮮奶茶 嗯 這是 呃 魚關島的 飲料嗎 不是 不是 魚關島 煮那個 烤魷魚 這個嗎 不是 烤魷魚 我拿給你看 哦 哦 對 這個 賣嗎 現在 還要烤 OK 我要 要嗎 我要 魚關島的海邊 對 對 我們 魚關島 都是在烤魷魚 哦 真的嗎 對 真的 好 謝謝 去看看 這個名字是 烤魷魚 烤魷魚 等一下 你照相 等一下 我可以用開 擦料 好 謝謝 大概幾分 烤魷 10分钟 10分钟 對 色々話しました どこに住んでるとか 哇 拿這樣 你自己拿這樣 照一下 謝謝 好 你自己 一起 謝謝 謝謝 好了嗎 這是 還沒 我再幫你切一切 我這邊有面子給你 謝謝 我幫你切一切 比較好吃 比較不會沾到嘴巴 還是你要拿著吃 隨便你 還是這樣 謝謝 謝謝 這個多少錢 這個 140塊 140塊 對 謝謝 謝謝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 買了 我買了 很優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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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